各位朋友 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聽我們今天的嘉賓訪談的節目 今天我們請到一位非常出名的經理人 他就是美國華人票房文化傳播公司的總裁 就是戴老師的 戴老師您好 你好 謝謝 我知道老遠從美國過來 那麼能夠我們介紹一下 你們這個公司 美國華人票房文化傳播公司 它是一間什麼性質的公司呢 最主要是做什麼活動呢 對 我們這個公司已經成立了將近20年了 那我們目前應該是美國最大的華人的演出公司 我們在過去20年中間 把海峽兩岸的精采的好戲跟節目 跟各種的歌舞節目 都帶到海外來演出 主要我們在過去都是在美國的西部 最近在洛杉磯演出的比較多 後來最近幾年我們慢慢開始擴展到全美國 那這一次呢 我們就更遠的來到了我們加拿大多倫多 這是我們第一次來到多倫加拿大演出 OK 那麼您在美國 你們這公司成立了多少年了 什麼時候成立的 應該是1993吧 很久了 然後我們演過很多了 我們大概去年一年我們就演了114場秀 真的啊 對 那這個比較著名的像這個 同一首歌走進美國 三次走進美國都是我們辦的 然後還有周杰倫的 周杰倫在美國的加拿大的巡迴演唱會 還有這個大陸的一些話劇很多啊 各式各樣的 包括來從川的寶島一村啊 劉曉慶的這個風華絕代啊 還有南京大學的這個長公的面子啊 那歌舞節目 歌舞團 各省幾乎我都辦過 河南啊 什麼 河南 廣西啊 很多很多什麼啊 幾乎每一省我都辦過了 那包括這個 喬連喬辦的委託我在美國 加拿大學舉行的活動也很多 那我們可以說 非常平凡 演得非常平凡 可是我們主要就是 把中國最好的這個節目啊 盡量帶到海外來 例如這次的這個伍澤天 他在中國大陸首演之後呢 我們就邀到海外來演 當然在中國大陸一脈 張靖良白長的都還沒有演 我們先到了海外來 美國加拿大我們演出十場 那我們就讓海外的觀眾啊 比國內的觀眾 還要有一個更先的機會 先賭為快 來看這個精彩的好戲 接著像我們 我們這個結束以後 十天之後 我們就接來了中國國家歌舞團 也就是有六十年歷史的東方歌舞團 來到美國加拿大演出 十七場的演出 這個歌舞團呢 我們在十年前也來過美國演 我們那時候演了也十場而已 演十場可是大爆滿 我們賣了四萬多張票 平均一場將近四千張票 非常成功 那這十年之後呢 我們又再度把它引到美國加拿大來 這是國家級的這個舞蹈 可以說這是中國的這個舞蹈團 大概 我 我不說成千上萬 真的是也有幾萬個 那這是中國的第一名的舞蹈團 那我們現在要帶到海外來 就是 對於我們就主張商演嘛 商演的話 你一定要好東西吃客人才買票嘛 你講東西不好的話 你送票都沒有人看 對吧 那中國國家歌舞團 是中國的第一名的歌舞團 所以說 我們都是 才有市場嘛 那其實像劉曉慶的這個 吳澤天一樣 這種好東西 你就 就會有市場 有市場你就能夠做商演 否則的話你要說 像很多媒體 很多團體來 美國都是用送票啊等等 那我們在我們來講 我們是不主張這樣做的 我們認為好東西就必須付出在家 嗯 那麼我知道就是說 這次戴老師啊 就是非常有魄力 就是把那個劉曉慶這個舞蹈天呢 就是帶到了我們加拿大的多倫多 而且呢挺受觀眾的歡迎的 那麼其實戴老師就是說 您是怎麼想到 要就是舉辦這樣的活動呢 嗯 其實我 其實我在美國 我到美國三十五年啊 我其實一開始做七次生意 我做這個七次生意 我做這個七次生意 在軍營餐裡做規模很大 可是 我就覺得 我就喜歡這些 這些藝術表演這些東西 我就覺得這好東西 我每次看到這好東西的時候 就像我看那個報道一春 我在國內 我在北京看的 雖然是台灣的節目 都我在北京看的 我看了以後 看了痛哭流涕 我就說那麼好的東西 為什麼海外那麼多人看不到啊 我說等到他們來北京 或到台灣 基本上不可能的 所以我就去找他們 然後花了很多錢 讓他們引到美國來 當然也風險也很高 因為太大了嘛 六十人的團隊 要在美國巡演一個預言 一天就是一萬多美金的開銷 對啊對啊 我們還別講演出費 別講劇場 成果費一天就一萬多 你想看我們來三十天的話 光吃喝就要四十五十萬 你加上劇場的開銷 加上廣告的宣傳 任何一個秀 稍微像樣子一點的 都稍微一百多萬的 一百多萬就靠美國的市場 要一張一張票 對吧 你一張票幾十塊錢 有時候一百塊錢 你講一百塊錢 要湊到幾十萬 湊到一百萬美金 就買一萬張票啊 一張張這樣子賣出去的 到時候你賣一百萬 要打平而已 你不能賺錢啊 可是在我們來說 還是樂此不疲 就是我就覺得每次 看到這些好東西 我海外觀眾看完以後出來 跟我梳大拇指啊 或者說跟我講很多感謝的話 另外說我假如不辦的話 他們沒有機會看 就像是武哲天一樣 那麼精彩的一個好戲 假如我不帶到美國來 美國將近一兩萬的觀眾 沒有機會看到這個東西 當然他們只是花幾十塊錢 可是我覺得 讓他們看過以後 他們也覺得 我們還有機會看到 面對面的看到 劉耀金的表演 所以我有時候 在這方面來講 我覺得還是蠻值得的 也不是錢的問題 就是說 這種文化的東西 這種有格調的東西 我覺得讓大家看看 這個 這個 獎金來聽你還培養氣質了 對不對 就說 其實就是說 好東西你就想大家分享 一般人都只是講而已 做好東西大家分享 有幾個人真的付諸實實 讓大家好東西分享 非常同意 可是我基本上 我做到了 我認為好東西 我基本上 讓大家分享了 就是說我覺得真是 戴老師這方面 真是很有魄力 沒有魄力的人 就做不成這種 就這麼大型的表演 那麼這次呂小慶這個活動 在美國 總共去了多少個地方 我們從西雅圖進來的 西雅圖 到了溫哥華 到了舊金山 聖河西 然後 然後 再到了 洛杉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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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我覺得我們人 洛杉磯 因為我們還可以坐飛機 最厲害的 就是我們的道具車 道具車開了 將近 我看它開了五千英里 還要回去了 昨天演完以後 現在還要回去 回去再開三千多英里回去 所以將近開一萬英里 兩輛大貨車 這兩個貨櫃 都拖著在階段走 而在自家庭還有風雨 暴風雨的狀況之下 我們都如期的到達 如期的演出 我覺得也是蠻幸運的 就是啊 那麼據說這次 你過去一直都是在美國 就是美國的東西兩邊跑 對 然後這次呢 你說是第一次來加拿大 而且是來多很多搞這個大型的表演 為什麼你忽然會想到要來加拿大搞呢 就是這個 人都是這樣子 做到一個範圍之內 你就覺得不滿足 像我多光過去 我們光在洛杉磯演 後來覺得東部的人看不到很可惜 就到東部演 東部看完 加拿大人也不是很可惜嗎 對不對 我們到加拿大 既然已經到了東部 就到加拿大 那我們過去從來沒有來過 我多倫多也不過是第二次 第三次來 這樣的 對我以前沒有來過 可是我們就覺得這個市場也是很大的 近百萬人華人那個地方 讓多倫多的朋友有機會看到 這好的文藝演出 那我相信這個系統建立起來 就從美國的 從加拿大西部到美國的西部 再到美國的東部 再到加拿大東部 走完這一圈 我覺得這個系統建立起來以後 以後我們會把中國大陸和台灣 最好的節目 帶來給這些海外的小包 都有機會看到這個東西 那麼剛才您提到就是說 就是做完這個 劉曉慶這個表演以後呢 你就是將會有一個更大型的 就是那個東方歌舞團 更棒的一個東西 好 那麼跟我們介紹一下 就是說這個演出的情況又是怎麼樣的 東方歌舞團成立到現在已經有六十年了 那我在十年前的時候呢 東方歌舞團成立六十年 一共來美國 也不過來過這次第三次而已 第一次是1980年 中美鋼建交的時候 派到美國來巡演 不過那次好像不是很順利 大概只在黃盛頓演了一場就回去了 第二次就是十年前的2006年 四月份我把他帶到美國來演出了 這個效果特別棒 賣票是從來沒賣到那麼好 賣的票 這個賣票像流水一樣的 特別棒 演出效果特別震撼 我就覺得真是沒有話講 真是國家的代表隊 國家的這個象徵 那後來這十年來 他們一直想再到美國的東部演出 因為上去到西部 那加上這個 我也沒有什麼太多的時間 加上他們也在不斷地在國內巡演 那一直到今年 然後他們跟我們接洽 就希望再度來到美國的東部 那我就把這次聯合 我們這場數特別多 十七場到十九場之多 我們還有幾場正在安排 那這個是非常大的 燈光影響效果 然後服裝道具 那比這個武德天還要大 規模還要大 然後非常精彩的 因為它是代表國家的 基本上不管世博會 就是在美蘭剛舉辦世博會 或者說中國政府 現在接待外國元首 都是東方歌舞團出面的 這台好節目叫國色 國色天鄉的國色 裡面有十六個舞蹈 連接貫穿而成 在什麼地方表演 一樣的就是在這個 就是跟上次呂小青表演 對 我們在同一個地方 都是convention center 對 convention center裡面 然後我們這次 時間呢 時間是4月24號 那天不是禮拜 不是週末 因為週末我們在紐約演 我們第二天就拉過來了 因為我們都靠週末 中間時間拉太長 所以我們是禮拜二 就演這一場 以前賣個座位 非常好賣 因為我們在各地方來講的話 都是幾十張幾十張 一個人都買幾十張 很多舞蹈師 舞蹈學校 鼓勵學生和老師來看 來觀摩一下 中國最棒的舞蹈 我想你看過以後 會真的對中國的今天的藝術 真是刮目相看 每一年變化很大 他今天的做法 他今天的東西 絕對不是當你看看 一些民族舞蹈那樣子而已 非常精彩 非常值得一看 今天真的很高興 就是戴老師 非常有魄力 就是把這種 這麼優秀的 中國的節目 然後帶到北美洲 然後又帶到 從美國 然後帶到了 來我們加拿大 多倫多 那麼令到我們多倫多的觀眾 真是很有眼福了 是 希望多倫多的朋友 對我們演出 多多支持 有市場 我們才有 有市場跟票房 我們才能夠 生存下去 我們才能來到這塊地方 我們才能來到這塊地方 感谢观看